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夜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772集 有本事来打一架 随着钟声回答 整个葵黄城内人潮如海 天空上也一样如此 一道道长虹破空飞出 直奔皇宫而去 更有大量的魂修侍卫分散四方 维持秩序的同时 也警惕在这祭祖之日 或许会发生的意外之事 虽然出现意外的可能性不大 但这些魂修侍卫依旧尽忠职守 尤其是在监察府附近 更是他们终点关注的区域 实在是一个月前的两大天后的事件 影响太大 而新任的监察室 更是处于风头浪尖 可以说是 与整个朝堂针锋相对 一旦出现意外 影响了祭祖 责任太大 他们承担不起 几乎在这些侍卫 关注监察府的同时 监察府内 白小春的身影一跃而起 身后上千尸魁呼啸守护 一行人气势汹汹 直接飞出 几乎在白小春出现的瞬间 立刻天空上所有路过的权贵之人 都刹那间将目光凝聚到白小春那里 那一道道目光中 蕴含了复杂 厌恶 敬畏 种种思绪包含在内 使得白小春这里 立刻就仿佛万中瞩目 感受着天空上 那一道道身影的目光 白小春干咳了一声 背着手 抬起瞎巴 趾高气昂 时而还瞪起眼睛 但凡是带着厌恶目光看来之人 他立刻就狠狠的瞪回去 大有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有本事来呀 白小春桀验的表情上 写满了一句话 他的确没什么可怕的 背后有大天师撑腰不说 身边还有这一千尸魁 别说是天空上那些天猴了 就算是天宫来了 白小春也都敢瞪眼 眼前白小春这么一副表情 天空上那些路过的犬鬼 纷纷皱起眉头 忌惮的扫了扫白小春身边那些尸魁 这才收回目光 不去理会 飞向皇宫 一群怂火 看到本监察室 你们怕了吧 白小春看到这一幕 更快意了 大摇大摆的 不紧不慢地飞着 实际上 不仅仅是天空中飞行而过的犬鬼 注意到了白小春 就连地面上奎黄城的子民浑修 也都在同一世界看到了白小春的身影 监察室白好 就是他 在一个月前 待人抄了两位天后的家族 之前他一个月没有出面 如今祭祖他的出现 必定会引起风波 议论之声 不断地嗡名时 四周关注这里的侍卫 也都纷纷警惕 不说是蜂拥而来 可也是在八方守护 一旦出现暗杀之事 他们要立刻阻止 在这层层的保护下 白小春内心的期待 也越发强烈起来 他一想到 自己准备在祭祖之日 实施的计划 就心头火热 有些按耐不住的兴奋 这一个月的闭关 我总算是将 十七色火炼制出来 浩尔那里 对十八色火的推演 也都完成了大半 估计要不了多久 就可将十八色火的配方 完整的创造出来 一旦十八色火配方完成 我再将其炼出 那么 我就是地品炼魂师 白小春想到这 心底美滋滋的满怀期盼 只觉得清空万里 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尤其是地品炼魂师 这个竞技 似乎就在眼前 这就让白小春 很是激动了 整个蛮荒 地品炼魂师 只有三位 我若成功 将是第四位 白小春越想越是兴奋 振奋 实在是 这地品炼魂师 在整个蛮荒地位之高 堪比天公啊 甚至 从某种程度来说 比天公还要高出一筹 可以说 只要不是选择背叛蛮荒 那么 地品炼魂师 足以在蛮荒横行 就算是犯下再大的错误 以其超然的地位 也都可以免死 毕竟 蛮荒的天人有数十位 可地品炼魂师 如今只有三位啊 这还是其次 最重要的 十八色火 若能被我炼出 那么我就可以一股作气 对元英炼灵 使得自身修为 从元英中起 直接爆发 晋升到天道元英后起 白小春想到这里 期待更多 他觉得 自己在元英中起时 就可以与准天人 一展 且赢 那么 自己到了元英后期 说不定可以与真正的天人一斗 就算还是站不上 等我元英大元满时 估计也就能和天人 彻底的一展了 白小春精神百倍 奔向皇宫的速度 也加快了不少 带着一千尸魁 划出上千尝红 渐渐的就到了皇宫 东边旁边 在白小春到来的同时 远处也有一个中年男子 神情不怒自威 穿着金色长袍 长袍上绣着日月青天 配合此人那威严的神色 立刻就有一股无形的气势 从其身上 木然而起 但凡是路过之人 看到这中年男子后 都会恭敬的抱拳一半 此人 正是十大天宫之一的 陈好松 他并非一人 身边还跟着一个身体魁梧的大汉 这大汉穿着蟒袍 身躯高大 肉身之力强悍无比 落后陈好松一步 很是恭敬 白小春一眼就看到了陈好松 内心哼了一声 那陈好松也看到了白小春 目中有寒芒一闪 厌恶之意 丝毫不去掩饰 至于他旁边那位魁梧大汉 白小春也见过 此人模样与赵东山有些相似之处 正是赵东山的长辈 并非寻常天侯 而是当日围杀白小春的九大志强天侯之一 祭祖大典 这种既不是天宫也不是天侯的东西 怎么也有资格到来 赵东山的长辈 那位魁梧大汉 目光在白小春身上扫过后 冷笑开口 他的声音很大 在这皇宫东门外又聚集了不少的权贵 此刻都听得一清二楚 这些权贵之人对白小春都没好感 此刻文言立刻耻笑之声传出 一道道目光都落在白小春身上 白小春立刻就怒了 他眼睛一瞪 张着自己有大天师撑腰 可以说是毫无畏惧了 立刻就抬起手 一直呢魁梧大汉 此人不敬大帖师 给我拿下 他话语一出 顿时身边的一千十魁 就猛的抬头 瞬间冲出一百黑甲 直奔魁梧大汉而去 这赵东山的长辈一愣 显然没想到白小春这里 竟敢在这祭祖之日 在这皇宫东门外 就这么的出手 不由的灭色一别 正要后退时 他身边的陈好松 冷哼了一声 胡闹 声音还在回答 他的右脚抬起 向前一步走出 那冷哼如同天雷 瞬间就四方炸开 昏明中 冲去的那一百黑甲石魁 全部身体一震 竟好似被禁锢在了半空中 无法前行 与此同时 随着陈好松迈出的那一步落下 一股更为狂暴的气势 从其身上爆发出来 形成了风暴 直接就卷在了那上百黑甲身上 使得这上百石魁黑甲 全部倒退 轰轰中 竟全部退回到白小春的四周 白小春眼睛一等 刚要开口 陈好松的贺耳声 毅然传出 赵雄林身为天好 对你教训一二 你不低头称是也就罢了 居然还敢污蔑 大天师亲定白某为监察使 命令我来参加这一次的祭祖 这赵雄林出口不逊教训我 就等于是质疑大天师的法御 我说他不敬大天师 这还是轻的 白小春抬起下巴大声喝道 你 你 这赵雄林怒意弥漫 他之前听说过眼前之人 牙尖嘴利 可却没想到 自己一句话 居然被此人牵扯到大天师身上 你什么你啊 有本事出来 和我监察府的这一千好汉打一架 一千人欺负你 一百人怎么样 你随意挑一百人 看我弄不弄死你 白小春声音更大 一挥手 那四周一千石魁黑甲 傻气立刻爆发出来 无耻 无耻 赵雄林咬牙怒道 他哪怕是最强天侯之一 可别说是一千石魁了 就算是一百石魁 他也打不过呀 这些石魁一个个都是汉不畏死 身体如铁石一般 一旦出手 四不沾血 绝不罢休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